郭文貴先生的演員 所以說你覺得游泳其實是不需要一直踢腳的啊 可是我真的覺得其實我有去看《於世》那本書 我覺得這是我第一次 他有感覺上你運用人體 你自己的福利 然後怎麼樣怎麼樣 講那個道理 我覺得聽得懂 以前感覺上 我覺得是把人當成是一個功率輸出的地方 你只是想說怎麼一個推損 然後會有效率 會讓自己潛進 我覺得那個聽起來是不同的理論